脑好我是老鸭说 这里是日本北海道的寒馆 现在是在寒馆市 热带植物园 寒馆热带植物园是寒馆一处 可以观赏热带植物的植物园 在寒馆市热带植物园 可以看到奇异的仙人掌 等品种繁多的热带植物 不过最吸引游人目光的 却是每年冬春季 来此泡温泉的猴子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上期视频 一镜园便是一个小池 小池内有乌龟和鲤鱼 因为是热带植物园 所以室内温度接近热带很热 温室内的九重葛 扶桑花 木曼陀罗花等全年盛开的 此处还种有面包树 乒乓树 口香糖树等稀奇树木 韩馆热带植物园 位于北海盗韩馆市 汤川亭三丁木 一到十五 约大卢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多日本人都喜欢甲虫 所以甲虫在日本也很受欢迎 很多地方都会有个甲虫馆 韩馆是植物园也不例外 根据日本一位宠物店老板 林牧迷生 Yeiwa Sofuki表示 日本甲虫还有一个致命点 那就是寿命很短 最多月三个月的存活率 而进口过来的甲虫 可以长达两年的存活率 一只活甲虫的价格在30美元 当通过贸易通道到日本的时候 这些甲虫就不止30美元 而最高可能达到500美元一只 谢谢观看